大家好,欢迎回到谈古论经,我是老潘 我们这次节目说一下这个Arbitrum即将进行的空投 Arbitrum是以太坊Layer2的解决方案之一 另外一个是OP,OP前一段时间很出名 它空投了之后又被黑了 由于钱包弄错了,有个交易所钱包弄错了 然后就被黑了 但是它们的速度非常的快 Arbitrum的速度也是类似,也是非常的快 所以这是我非常看好的两个公链之一 Arbitrum还没有发B 据说它的B叫做AB 那个Optimism叫做OP Arbitrum叫做AB 要拿到它的空投呢,肯定要进行很多交互 它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来一个非常完整的 告诉你怎么进行交互的这个才能拿到它这个B 但是呢,最近它出来一个奥德赛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是你如果在用它的跨链桥 还有其他一些活动的话 它连续8周的活动 8周时间 完成这个活动的话 每次你就能拿到一个NFT 有时候最多甚至能拿到17个NFT 之后呢,甚至有可能会获得它的空投 获得这个Arbitrum的空投 它的那个B的空投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玩一玩 说不定你就运气好 就拿到那个空投 那么现在第一周 第一周还剩下它到27号结束 所以大家要做赶紧去做 然后呢,就是要做这个 从它这里面的跨链桥当中去转钱 第一周 这些跨链桥呢 它在这个Doom里面 这个Doom 是一个统计网站 它已经把这个都做好了 就是第一周先做什么东西 是吧 把这个 用跨链桥把资金转到Arbitrum 就是转以太坊过去 只用转0.01个即可 然后呢,现在它的这个是 所有跨链桥的这个统计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这个HOP Protocol 如果这个用的多的话 据说它有一个额外的NFT 所以说大家看到哪个跨链桥 用的最多你就去用哪一个 所以现在HOP是最多 我们就去用这个HOP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HOP 它就是跨链桥 跨链桥上面呢 是主网 以太坊的主网 下面是Arbitrum 然后呢 在这 据说只用放0.01个以太坊就可以 我现在是大概放0.02 连上你的钱包 钱包里面呢 要连上以太网 是吧 这个地方要连上以太网 主网 然后呢 我在这就放0.02个以太网 然后就点这个send 再点这个send 你看这个小锅里就跳出来 跳出来 然后就我看一下 应该是 现在周末 Gas费用挺低的 4块钱还算是挺低的 然后就点这个确认 现在可能大家都在搞这个 所以速度可能会稍有些慢 大家可能要等个几分钟啊 好我们先等一等 等下再回来 好我们现在回来看一看 他这个现在有11个confirmation 再有一个应该就可以完成 应该说现在速度还是挺快的 数据再过个十几二十秒就可以 这个NFT他应该是都是免费拿 不拿白不拿 也许还 也许这NFT呢 不是特别值钱 但是呢 我们先拿着再说 说不定之后运气好 他还会空投 还会奖励我们这些进行交互的人 当然据说现在交互的人特别多 据说有30万以上 所以说 也要碰一些运气 是吧 因为这个用的人多了以后 他可能就给的奖励就少 所以呢 这个这个饼就那么大 人越多分的就越少 好 看起来我们这个是转完了 是吧 这边写的complete 这边也写的complete 那我们回到刚才这个outside的页面 他这个地方是写的这些任务 啊 我们在这刷新一下看看 好 这个地方hop mainnetbreeder 这个已经完成了 是吧 说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么在这一边呢 就会变成availableone啊 这说明你有一次机会去到时候去拿到一个NFT 啊 当然要等这个大家都把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在这一周过后才可以去抽奖应该是 好 这个就是他整个过程是吧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就去参与一下 他你也许呢 呃不一定能拿到 哈哈 因为现在人太多 嗯 但是呢 去参与一下 万一以后你参与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呢 他就 给你发这个他的这个AB的空头 那就那就赚大了 好 呃那这个视频呢就先说到这 这是第一周的任务 还有两天时间 6月27号就结束 大家赶紧要做赶紧做啊 啊 我们这个视频就先说到这 啊 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现在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可以加在视频开头跟机会的QR Code来加入 好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就在下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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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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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